我们之前也都见识过水刀的威力 说水刀能做到削铁如你一点也不夸张 不管看起来多么坚硬的物品在水刀的面前也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对于水刀来说就好像切豆腐一样容易 非常的轻松 就把物品给切开了 又拿来了一个吹风机 把吹风机弄坏之后放到了水刀下面 水刀里喷出来的高压水流 在吹风机上面滑过 一下子就把吹风机给切成了两半 吹风机里的结构也是一览无余 既然水刀这么的锋利 那么用水刀来理发会怎么样呢 小伙在朋友的鼓动下决定亲自实验一下 不然就对不起自己这飘逸的长发 为了防止头发被水刀吹得到处都是 在上面还压了一块木板 还故意让水刀在木板上切出来一些形状 把木板拿开之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头发基本没有被切断 大部分头发都被塞进了木板的缝隙之中 头发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于是就出了一个馊主意 再一次用水刀进行切割 这一次干脆利落 把多余的头发都给切了下来 把木板拿出来 一看上面的头发都被塞进了一些细小的缝隙当中 怪不得头发拔不出来呢 当然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行为啊